持續來關注的是疫情9月中心 在今天宣布了新增一例的COVID-19 境外移入確診病例 是一名長期旅居美國的20多歲 台灣女性 11月底返台探親 就在今天確診 30號獨自返台探親 入境後在住處居家檢疫 個案在12月7號可以出現 嗅覺異常跟流鼻水的症狀 12月9號由衛生單位安排 就醫採檢在今天確診 至於新加坡今天宣布 18號起解除來自台灣旅客的入境限制 對此疫情指揮中心就表示了 目前新加坡被我國列為低風險國家 雖然社區感染輕微 但還是有風險 所以呼籲有計劃前往新加坡的民眾 仍然是因自行評估染疫風險